每个人的生活都千差万别 这种差异源自于每个人不同的选择 而驱使人们做出选择的则是不同的思想意识 正是由于每个人拥有不同的思想 才使得每个人都有着各自的处事原则 《水浒传》中英雄云集 梁山成为了他们的根据地 这些英雄好汉们一起相投肝胆相照 但每个人的思想却千差万别 这就使得这部书具有了丰富的内涵 在众多好汉当中 鲁智深留给人们的印象最为深刻 从他的诸多行为当中 便可发现其人格魅力的来源 也就是其宽厚纯粹的思想 鲁智深一直反对赵安 但无奈宋江势力太大 直到武松断壁后 宋江才明白 为何鲁智深原济前说 撒家心已成灰 鲁智深为什么要这样说呢 这里是风云争霸 本期视频磨灭起来聊一聊 豪汉鲁智深的话题 这才是真正的鲁智深 所谓萝卜青菜各有所爱 对《水浒传》中的梁山一百零八将 也是如此 有人喜欢宋江的大哥风范 就有人鄙视宋江的虚伪作作 认为他坑惨了梁山兄弟们 有人赞叹武松的快意恩仇 就有人立刻表示 武松也应该被鄙视 他滥杀无辜 鸳鸯楼的丫鬟怎么解释 但一提鲁智深 就算再喜欢鸟蛋里挑骨头的人 也会收敛起一丝鄙视 不得不承认 这个大和尚 才是梁山之上 唯一值得尊敬 和得到肯定的好汉 有一句话说得好 宋江是为兄弟、朋友等熟人 或自己用得着的人打抱不平 鲁智深却总是就那些弱者 且大多还是跟自己不相干的人 这其实就是宋江和鲁智深最大的差别 鲁智深一开篇便是就金翠莲 结果关丢了 后就刘小姐得罪了道上的兄弟 李忠和周通 就像刚认识不久的林冲 大闹了一把野猪林 拿料连和尚都当不成了 再看宋江 先救朝盖 既是江湖大佬 也是他的结义兄弟 后来朝盖上了梁山 于是乎梁山就成了宋江 行走江湖的底妾和重要人脉 再救颜婆西 这次更有意思 就成了自己的小妾 所谓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 难怪许多水浒迷都非常鄙视宋江 功力性太强了 由他主导的梁山 已然成了名利场 里面是派系凌冽 各怀心思 虽对外号称 老天爷派我等来拒议 但实则却是宋江的筹码 用于朝安 为何鲁智深那么反对朝安 当着所有兄弟的面 怒怼宋江 甚至说出了 与其朝安不如散伙 心地无私者 其人最明 鲁智深就是这样的人 这才是真正的鲁智深 宋江只看到了一片功名利路 所谓同心报国 轻视流明 但鲁智深却能看到 这些功名利路后面藏着的危机 反问 至今满朝文武 多是奸贤 蒙蔽胜聪 就比俺的直多染作了 洗刷怎得干净 宋江说一大堆 处处皆小意 概括说来就是 咱梁山要朝安 如此才能拥有真正的富贵 而不是窝在梁山上 觉得大口喝酒 大块吃肉 论秤分金银 就是好日子 鲁智深则一语道出大义所在 你宋江说的这些 纯属是只见诱饵 却看不到后面的危机 所以别扯那些功名利路 与其重于朝廷 还不如重于良知和正义 这是鲁智深和宋江 第一次剧烈冲突 与其说是围绕着 是否招安进行 不如说是围绕着要大义 还是小义 大义为公 故而无私无我 小义为解 因此处处有功利 鲁智深为何说 撒家心已成灰 奈何 无论梁山之上 还是梁山之下 如鲁智深这种 无私者最明的人 实在太少了 梁山为何能招安 无非是宋江做了 绝大多数梁山好汉 都支持得是罢了 不过 需要说明的是 这结果也是宋江自上了梁山后 一直完命造势的必然 忽炎卓 关圣 徐宁 董平 张青等的加盟 再加上 三十六天罡 七杀地杀 梁山五虎将 和八标等的划分 这些降将组成的降将派系 便取得了主导权和话语权 而宋江则充当他们的代言人罢了 唯一例外的就是阿龙山 鲁智山 杨智和武松 是三大首领 都不属于降将派系 但他们却是主动加盟梁山的 提出人是跟梁山有深仇大恨的杨智 而杨智却又恰恰是最想招安的好汉 所以 不是杨智放下了跟梁山的恩仇 而是他发现通过加盟梁山 就能实现自己招安的梦想 这便是鲁智山所处的环境 在哪儿都是一群自私者 无论他如何反对招安 如何把这问题说得那么透都没用 改变不了分毫 旧林冲被林冲所伤 害得他和尚当不成 打下阿龙山 二当家的杨智 又跟他同床一梦 不得不入火梁山 反对宋江招安 吼得成光瓦亮的脑壳都冒了汗 发了光却一扫眼四周 除之前的武松外 竟没人响应 无论林冲 杨智 还是他完命相救的使劲 都全然沉默 此刻 别说鲁智深了 就是观世音来了 都无可奈何 没人信你 还玩什么呀 由此 鲁智深沉默了 唯一值得安慰的是 还有武松 也就是说 自武松鲁智深公开反对宋江招安的这一刻起 这哥俩才真正牢牢捆绑在一起 达到了彼此相懂 无需多说的程度 而之前 跟鲁智深关系密切的人 都已经统统远离了 所以 为何鲁智深活捉芳辣后 当宋江再次祭出富贵 拿出功名利禄 死起白赖 诱导鲁智深回京寿风时 鲁智深都一概否决 最终 说出了撒家心已成灰 道理就在这 鲁智深因为无私而看得明 也就注定了 他几乎是唯一的清醒者 这根本就不是啥幸运 而是一种煎熬和痛苦 用一句谁都能理解的话说就是 佛家讲究顿悟 道家讲究超然 公孙圣是道家 超然离开 罪洒脱 鲁智深是佛家 这个地狱他必须入 却发现根本没法拯救 他不心如死灰 谁心如死灰 指望宋江吗 你瞅 他劝说鲁智深回京时 是多兴奋 分明是眼前一片金灿灿 这便是鲁智深跟宋江 最后一次剧烈冲突 由昭安开始 到活捉方辣 昭安大功告成 虽没几个活着的梁山好汉了 却几乎都为眼前的金灿灿 而兴奋着 鲁智深确实看到了 只得个胡伦失手 便是强了 武松断壁后 宋江才明白 所以 随后新一城死灰的鲁智深 便原济了 当宋江找到断壁的武松后 武松一口一个废人 要求宋江别把自己名字写入 我武松要出家在六合四 此刻的宋江 却突然一改强求鲁智深回京时的兴奋 很是平淡甚至冷淡 说了四个字 认从你心 宋江怎么突然变成这样了 道理其实很简单 因为谁都知道 鲁智深和武松形影不离 所思所想很是一致 如今 前有鲁智深的心已成灰了 现在又是武松自称是废人 这不是一脉相承吗 一个在心于内 一个在外于行 鲁智深心已成灰 是因为无法拯救宋江这些人 武松废人 难道仅仅是说自己残废了吗 看看梁山一百零八将 在此刻还剩几位 等于全都废了 一群废人 当宋江引下高求赌酒的那一刻 他脑子里想的不是对高求的痛恨 也不是对一众兄弟们的愧疚和悔恨 而是想起了鲁智深曾在居一厅 对他接受招安的激烈抗议 是活捉方辣后 邀他入京时的心如死灰 是鲁智深原济后的满脸平静 或许是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刻 宋江才幡然懂得 原来是自己错了 所以直到此刻 武松断壁后 宋江才明白 鲁智深心已成灰的含义 心都成了灰 还可能有什么富贵 可惜即便宋江明白了 却依然没有唤醒他 最终被一杯毒酒了断性命 富贵灰飞烟灭 鲁智深作为梁山上 性格极其鲜明的英雄人物 其人格魅力有目共睹 这位看似脾气暴躁 举止粗鲁的花和尚 实际上内心却极其善良单纯 而他的所作所为 也只是贯彻自己认为 应该做的事而已 正因为他的率真和直爽 让他成为了真正的鲁智深 正如他所写的诗中所说 前堂江上朝信来 今日方知 我是我 也许在经历了过往的种种之后 鲁智深也才刚刚闹明白 真正的自己究竟是怎样的人 不知道大家对鲁智深这个人 有什么样的评价 欢迎各位在评论区留言 我们下期再见 欢迎订阅一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